我是2019年12月20日 離開QEV 你認識的有些導演 做了貿易 都是兄弟幫的導演 轉了行 你也去做裝修 有一個去做貿易 貿易 他們都跟我談過 甚至副導演去做廚師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 大家有時候可能經歷了這麼多年 尤其是在我們電視行業這個範疇裏面 在這個版法裏面 你會發現 以前是一個很發光發亮的行業 大家都很夢寐而求做這一行 因為你會見到很多東西 人工多與少 賺錢是否算是很好呢 不敢說 但是大家開心 和前景是挺好的 但是可能因為經過了一個年代的終結之後 尤其是在這個新媒體的崛起 大家覺得電視好像不是一個主流 去了網絡的世界 而網絡的世界和電視的專業 又好像有些少不同 因為網絡可以很闊的嘛 你跟我開電話就可以拍攝了 拿著電話就可以開直播了 大家面對 咦 我以前做錄的經驗 好像跟現在掛不上後 看不到自己再有能力再爆 不如趁現在還有能力 不如我先嘗試另一行 最近的TVV 你看到見天 有沒有感覺 因為你不是人家那一派 那便突然被人連根 起身 我們全部起身 現在就看回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我覺得和我們上次是一模一樣的 當日因為又是一個年代終結 2019年 2000年 大家又要選擇性 有一些朋友 你那個產品 你那個早日 可能公司今天來說 已經對於我們 對於公司來說 他代表公司 他代表公司 他代表公司才會做這個決定 其實如果你說公司 不是用一個這樣的管理層去決定 或者是用一班人去決定 用什麼方法去決定 都是來自我們管理層 又不是一個人可以說 要剪定哪個樓 哪個節目要做 一定有共識 那時候公司開過會 我們的價值性很低 因為已經做了十年了 可能我們一班出鏡的朋友 已經由年輕人變成父親 變成父親 變成父親 還叫兄弟幫 爸爸幫 變成了 不如完結他開過生日 可能在公司角度 是會這樣想的 變成我們決策的領導人 也好 我們部門主管也好 他們便選擇 不如這一組人 現在先完結 不確保第二次會不會再有反應 其實時間很短 我2019年離開 年尾 2019年 整個世界變了 有疫情 未去到二一年 又再變了 又一人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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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循環 不過看看輪到哪個 但這次輪到另一批 上次可能留下那批 那會不會有一批新人 又回去呢 或者我們這班人 還有沒有價值回去呢 現在就是大家在看